从今年8月份以来,猪肉的价格走势是一路上升,这主要是因为非洲猪瘟疫情的持续影响,生猪存蓝数量和市场上的猪肉供应都有些不足。 按照物以稀为贵的道理,猪肉的价格自然会有所上涨,而且这次猪肉涨价的范围极广。 全国很多地区的朋友普遍反映,市场上普通猪肉都已经涨到30多元一斤,虽然猪肉涨价已经增加了消费者的负担,但是市场上买猪肉的人数还是不少,毕竟猪肉是很多人最爱吃的肉类,对这部分人来说几天不吃猪肉嘴上就会馋得慌,就算猪肉涨价也不能因此就不买猪肉了。 与猪肉涨价相比,还有很多朋友担心自己花高价买来的猪肉质量却不能令人满意,这段时间已经陆续听到身边好几个朋友抱怨,自己早上从菜市场买回来的新鲜猪肉可能放到中午就有了异味,按说这中间也不过短短几个小时,为什么猪肉就开始发臭了呢? 问了一个相熟的猪肉商贩才知道,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,背后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这种很快就变质的猪肉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新鲜猪肉, 因为生猪的存栏数量不足,影响了正常的猪肉供应,为了填补这个缺口,大量的冷冻猪肉就被送往了市场。 通过层层检验的冷冻猪肉,在质量方面是没有什么问题,每天都会剩下一些猪肉。 为了避免浪费,摊主通常会把这些没卖出去的肉放进冷藏箱里,第二天再卖给顾客。 事实上,在冷藏室里放过的猪肉,在新鲜度方面自然会大大折扣,拿出来也很容易发臭,很多顾客之所以闻不出来这种异味, 是因为商家已经把有臭味的猪肉用清水洗过,然后再用干毛巾洗干其中的水分,如果不仔细分辨的话是闻不出来的, 但是如果把这猪肉拿回家,很快就会散发出臭味。 冷冻猪肉也是如此,如果是冻住了的猪肉,只要没有解冻过,放很长时间也不会变质, 但是只要解冻之后就要尽快做成可以吃的菜,不然就算再次放进冰箱也会很容易变成坏肉。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,对消费者来说都是一件吃亏的事情, 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在买猪肉的时候要注意分辨, 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挑选猪肉的技巧。